回到现场我们要带你来看LED产业目前的一个前景 有人说其实有个厂商现在在过寒冬 但是新北市有一家成立才6年LED厂 不仅它损益两屏还计划要真人扩产 制胜关键在于研发出超耐用的LED灯 能在100度C废水里面零下65度冷藏库 甚至深水当中通通都能用备受国际青睐 在今天季节的LED产业里面 台湾厂商不仅要拼毛利 更要拼品质跟耐用度 就像这颗LED灯一样 把它丢到废水里煮也没有问题 台湾厂商秀实力100度的废水 咕噜咕噜的不是煮火锅 而是煮LED灯具 打开零下65度的冷冻库 里头的LED灯一样丝毫不受影响 这家成立才6年的小公司 可说是台湾LED业界力拼转型的代表 这里都有一些数据会告知说光的颇长 光的颜色性 色温 超大的圆球专门检验LED灯泡的光线 品质好不好 电脑一测就知道 索罗斯测光线到组装检验 可被小看这一条生产线 这工厂每年都制造出上千种产品 创作出两亿年一说 在额里产线后半段 另一个重要关键就是像这类防水材质的产品 出厂前一定要放到水里面做防水测试 主要是看它这个四周的防水浇 会不会因为水压压力 然后去造成它有辫子或是脱落 这一头射防水 另一间瓶管师戴起墨镜 一颗一颗检验 LED亮度 好不OK 从中东印度地区最热卖的金色LED灯 到欧美畅销款的白金造型 甚至日本客户要求了黑色灯做 他们通通都做了出来 忙到隔天早上去去做 然后隔天也是没有休息就 就大概三四十个小时吧 没有休息就在公司这样一直做 工程师拼研发起家 从六个人拼到几百人的规模 在LED业普遍产亏的情况下 还能损一两皮 甚至还计划真人扩产 靠着研发创业品质 在LED红海中造出另一条路 东森采印新闻 环境崇文堂新北市报道